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日后 郑秀文发文一次原谅了许志安 不过 外界对许志安以及黄欣颖依旧十分不满 时隔几日 黄欣颖亲姐姐黄欣耀亲自发文丽挺妹妹 暗示雨过总会要彩虹 结果反而让黄欣颖一家被起底 惊人家是因此曝光 黄欣颖的事业现在已经中断 准备上线的电视区也已经喊停 但是支持她的人还是有的 就是自己的家人 黄欣颖出事后 向来和她感情好的子子黄欣美 被发现取消关注妹妹的个人社交网站 早只是为了划清界限 然而被发现后 她又立即重新关注 行为局直线的有些预盖迷章 而二姐黄欣颖二十日 则打破沉默皮疗文表示 雨后总会有彩虹 暴雨剑快点过去吧 据悉 黄欣颖在家中排行老妖 上有四个姐妹 分别为黄欣美 黄欣妙及黄欣慧 自小家中经济优渥 父亲黄佩林是民众医师 一家人在1995年搬到加拿大定居 大姐黄欣美是知名的主持人 曾嫁给中国台湾老公Thomas 但婚姻仅维持短短四年 便在2015年宣布离婚 二姐黄欣妙 则在十年前和阿门的商人结婚 并陆续生下三名子女 婚后 专心在家乡夫叫死 也不时在社群网站晒出美照 豪门婚姻做得稳当 三姐黄欣慧则是一名空姐 去年才在澳洲结婚 而黄欣慧则是因为电路许致二婚姻 背叛男友马国明依稀结为众人所知 成为人人喊打地小三 在这次出婚事件被爆出前 马国明对此事一无所知 他还在为黄欣妙争取多一点点夸大 替他站出来道歉 那个他一心想要跟他好好相守 准备结婚的女生就爆出了大新闻 不仅自己丢了大量的工作 甚至连累到大姐黄欣美 日前原本要举行的新品发布海报毫无预兆的遭到之脸 原本黄欣赢主唱的主题曲也被改成纯音乐版 尽管家是背景惊人 但犯下了感情上的滔天大罪 仍然保不住星途 亲手毁掉眼地之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